最近有一小帮粉丝给大星发私信说 大星能不能更新一下你之前更新的那个自热食品系列 好长时间没更新了 我超级想看 这不就跟那个某多多黑客技是一样的道理吗 你想看的人也有 但是素材其实是比较难找的你知道吧 但是既然粉丝想看 我这连搞了几个晚上 终于还是被我找到了一点东西 OK那今天这个视频就满足这些粉丝的要求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的四款自热食品 那这个自热系列的宗旨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它做不到的 基本上任何的东西都能放在那个自热锅里面去加热 第一个是自热的龙姜猪脚饭 这一盒的话386克 花了我29块8毛钱 号称15分钟就能享受那种潮散制造的那种美味 知道以前我有幸还在广东待过 等会来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第二个呢是桶装的煎鱼风味的关东煮 36块6毛钱一盒 那卖这个关东煮的商家他是这样说的 就这个东西呢除了叫自热火锅以外 它也叫做自律锅 号称是一盒只有182卡 这么大一碗约等于两个苹果的那种热量 等会咱们也来尝尝 如果说可以的话那减肥的人也可以吃 来第三个呢是自热的柳州特产 螺丝鸭脚宝 就这一盒我师父是40块钱 且不说他正不正宗 就这玩意儿拿到手的时候 里面它有一包这样的酸笋 然后还有一个鸭脚 可是这袋子都有那种味道 你们应该懂的 图片的话呢它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螺丝鸭脚 号称纯正柳州风味 我光闻这个酸笋 我就觉得已经算是纯正的了 等会尝尝这个味道咋样 来最后一个 这个东西99块钱一份 叫做金头八脑牛肉火锅 我买的时候呢我看了一下评价 它好像是里面自带一个这样的锅 等会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锅拿出来 然后一煮就可以了 来首先这个是龙江猪脚饭 这个盒子说实话 我是第一次见 哇米饭居然还是加热好的 这个不是生米饭 一盒猪肘 一个咸菜 一个豆芽 来这个是猪脚 龙江猪脚 我去看起来好像不咋地的样子 来这就是里面菜 30块钱就这么一点点 泡了这么多次自热米饭 第一次发现盒子盖不上的尴尬局面 就这样让它焖一下吧 来第二个自热鸭脚饱 油豆腐 鹌鹑蛋 一个芋头 螺丝包 辣椒油 汤料 卤鸭脚 酸笋 40块钱啊 满满一堆东西确实多 里面没有水 酸笋 来这包酸笋是送的啊 往里加 这鸭爪呢也是送的也加进去 辣油的话呢就最后再加 因为我却吃不了辣啊 等我按实际情况来东西别说啊 分量这样看呢还是挺多的啊 满满一大框 然后开始加点水 下一个自热关东煮啊 这个号称是一桶两个苹果的热量的啊 我去里面就一包这玩意儿 然后就啥也没有了 你看我突然想起来 微信拉面它也是这样操作的 也是一包往里倒啊 然后直接就搞起来就行了 好 关东煮啊 几十块钱 你看就这么点 来最后一个了 金头八脑火锅 我去 这没有盒子 里面就一包这样 咱们也就给它搞里头煮一下吧 因为毕竟不是自热锅啊 来往里稍微加一点点的水啊 别让它糊底了就行了 OK 煮开 好 全部等待15分钟以后啊 接下来就咱们正式的试吃时间了 首先是这个龙姜猪搅拌 我去肉说实话真的是超级之少啊 看这份量我感觉就应该已经可以pass了 第二个日式关东煮啊 号称只有两个苹果热量的关东煮 它这个就是跟那个微前拉面一样 直接倒进去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接着下一个啊 这个是金头八脑火锅 这一步我吃算了 我以为是滋热 没想到还动用了锅 但是煮完之后看着感觉还可以啊 蛮得劲的 来最后一个 这个是压角宝啊 这个份量呢 加上它送的这个角 还有这个酸笋呢 看起来总体来说还是挺多的啊 40块钱一碗 等我来尝尝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 首先先尝尝这玩意儿啊 外面买一份的话呢 15 16块钱 我猜的应该肉还要比它更多一点 这个29块 我去 看起来真的有点像那么回事 但吃起来你要跟我说这是龙姜猪脚饭啊 真的可以一个大嘴巴的过去了 龙姜猪脚呢 其实吃的就是那种肥肉加瘦肉 二合一结合的那种味道 超级之香 这玩意儿就唯唯独独 只有一块这样的肥肉啊 如果说这个还不好吃 那直接可以下一个 其实凭良心说味道确实可以 但是跟龙姜猪脚饭 个人觉得没有任何的关系 有一点像粽子里面裹的那个猪肉的味道 味道呢算是可以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29块钱不建议给我去买啊 来第二个啊 上面这个应该是鸡肉丸 然后这个是红薯粉吧 应该是 然后还有海带 萝卜啊 就这么几个东西 咱们先搞口汤来尝尝啊 别说哈 这玩意儿个人觉得 跟那个关东煮的味道还确实有点像 但它没有那个关东煮的味道那么重 我去 这丸子啊吃的就跟水煮丸子一样 而且啊 我感觉有点像是树丸子的样子 你看 几乎一点肉味都尝不出来 这海带都比这个丸子好吃一点 这个应该是磨浴粉啊 不是红薯粉 但我个人感觉吃的也有点像是别的东西代替做成的 估计可能这个锅啊是全素锅 只是有肉味 但是跟肉不沾边 就这盒锅啊是三十六块六毛钱 朋友们说实话啊 在减肥期间呢偶尔吃吃欺骗餐也是可以的 但吃这玩意儿我觉得不只是欺骗餐的问题呢 这个就有点像是上当受骗餐 可能哈也就是我们做视频的这些人才会买 来第三个四十块钱的鸭脚宝 来先搞个鸭脚尝尝啊 嗯 我说呢怎么不是特别辣啊 他这里送了一个红油包 我们还没搞进去 吃起来有咸味 但是没辣味 我去搞了点红油 这颜色立马就不一样了 搞个豆泡尝尝啊 果然还是加的红油好吃 卤蛋 安存蛋真烫啊 搞个螺丝啊 别说这螺丝味道确实还够劲的啊 跟那个螺丝粉里面的味道其实差不多 也是那种酸臭酸臭的那种感觉 不是这芋头就不是很好吃了啊 来再搞口酸碎尝尝尝尝啊 嗯 这款真的算是柳州风味啊 确实算 这盒价格呢 我买到手是花了四十块钱啊 反正我个人觉得吧 当一个那种普通的卤味小火锅吃 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 吃着其实还可以 如果说各位想尝一下的话 也可以买来试试 哎 等会儿这个再加一半的钱 都可以买那个金头八脑火锅了啊 忘了有个重磅货了 这金头八脑火锅啊 九十九块钱一锅啊 这是牛肚啊 然后这个是牛肉啊 这么一大块 你看这个应该是牛筋 这个应该是牛腩 除了一点姜片以外 全部都是肉 来来来粉丝先吃啊 先来一个 刚刚我吃那个可能是牛腩部位啊 我们搞一个这个金头八脑部位 如果说软烂的话呢 那就证明各位可以去买来尝试一下 确实感觉还可以 哇 你看 不像是咬皮筋的 这个就咬果冻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那个龙姜猪脚饭的米饭 我觉得就应该配在这里来吃 你看 然后再浇点汤 你看 哎 哦 哇 这点汗 但味道真的可以 再来上一口肥宅水啊 爽 果然这玩意儿确实香啊 买两盒这个鸭脚宝的钱 其实可以买一盒这玩意儿啊 99块钱 自己在家里面 拿个小锅一煮的 这个味道真的是可以 不过这便宜我一个人了 鱼子和妃子这里啊 都不在 出去玩了 真香 好朋友们 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说各位还吃过那种稀奇古怪一点的 炙热食品的话呢 可以给大新发个私信啊 你负责点赞 我负责邦尼采坑 好吧 那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